接下來繼續 後面還要為各位介紹兩個東西 剛剛已經把整個資料流進來的寫入跟書的過程 跟大家大概有講解過一點 這邊主要是再跟各位加強一下 我們最前面提到的就是一些分片跟Rebekah的機制 然後一個class的機制 那如果在比較大的資料量的時候 或是一些比較長時間的搜尋 或是一些分析的需求的時候 要怎麼去做一個處理 因為我們一般在做class的時候 如果是一類似的搜尋的一個class 其實它的儲存的成本其實跟一般的no-secure database比起來 其實它可能是相對的高的 所以我們在做儲存的時候 我們不會把非常長的時間的量都存在一個ES的class裡面 可能說存個30天可能就很多 我們不會存到什麼60天90天都全部存在ES的class裡面 對那個有點不符合效應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舊的資料 如果需要儲存可能會拉到別的DB裡面 但是有時候我們又有一些比較長時間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class的架構 叫做HotWarn 就是它有熱資料跟冷資料的處理方式 那它可能就是我可能需要 我一般需要30天的一個時間的衡量 但是我常用的可能只是前面的7天或是14天 所以我們就會把後面的14天到30天的資料 我們可能會存到通過cluster裡面 但是存在不一樣的node上面都處理 那我們在機器上的效能分配 就可以做一些比較妥善的一些安排 比如說我們在比較常做寫入或是所謂的hard data的地方 它的可能cpu memory都要很高的情況下 那我們就可以把資本放在這邊 那後面的一些等資料的話 就會可能是比較diskIO 因為它可能沒有 它只能是read only的一個node 它不會做太多其他的事情 所以它只要存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邊只要放disk比較好一點 可能cpu跟mary就沒有那麼重要的情況下 就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那它可能就會做一些 其實就是在我們設定的時候 其實只是要把 你起來的不同的node做一些參數給它 讓它知道 它是要存所謂的熱資料還是冷資料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它就會自動把它做區隔 就像我們剛剛拍很多shard 它就會知道我這些shard 我應該 這些資料我應該要放在哪些node 然後幫你把資料正常的切開 那這會是比較大量的時候 尤其是 這個要設計的話 會是index如果你比較是以時間 像我們剛剛看lock stage 可能後面是時間的一個切割的方式去存資料 會比較好做安排 對 那在這方面呢 欸 儲存之後其實 在我們現在講這個版本 6.4這個版本 其實它沒有幫你直接做自動化的部分 所以自動化的部分就是 我現在資料進來都存在 所謂的熱資料庫的一個節點的時候 我什麼時候它會知道 這些資料我應該搬到別的地方 所謂的code data 的地方 或是它要怎麼翻譯 其實本身並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會用一個 DNS的社群本身提供的API 它就叫做turator 如果這個工具其實還挺好用的 就是在普達權上其實也還蠻有效益的 所以大家可以 回去 多了解一下 要怎麼使用它 就是它可以 它是用Python開發的一個工具 然後它可以 很簡單的直接做一些 增上查改 或是一些設定上的管理 它上面就是 簡單來講 它是可以 有非常多action 那樣去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 像上面大概列了幾種 但是其實有16種 就是 你什麼時間點要去做create 然後去delete 或是你要去做replace 之類的 那所以 像我們常常會有 像剛剛說 我一般資料庫上面可能 可能騎到7天或是14天 那它就可以用curator 做一些定期的Python 固定幫我們去做一些 housekeeping的工作 那樣子 所以 這大概是一個sample翻例 就是 它就是做一個delete index的一個工作 然後我們只要把pattern給它 然後跟它說 這個pattern的後面 我是用 時間點去做 最後我用那邊寫h 對 這個pattern它是prefix 它是前面 然後 只要 超過這個時間點的話 後面時間的格式是這樣子 超過8天 它就會自動幫我做算數 所以 每當時間到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化去做算數 但這個排程可能是必須要設在電腦上面的 可能像liners就要這些contact的工作 那去啟動來做這件事情 它本身並沒有排程的功能 它只有做這些事情的功能 所以排程功能可能還是需要自己去做 那第二個介紹是 會跟前面剛那一個 熱資料跟冷資料庫的比較相關 就是說 我們資料剛進來的時候 像剛剛講的 我們都會儲存在熱背裡面 就是 熱資料進來的時候 儲存在這些node裡面 那時間到了時候 就跟剛剛一樣 它可以設定時間點 那我們什麼時候 要把它放到我們的冷資料庫裡面 就是 我們也可以接用這個功能 就是讓它進去排程 它就可以進去查這個index 它的存在的時間是多久 那我們可能 就可以把它設 超過14天的 就讓它自動轉移 所以它的action就會是allocation 它就會reallocate這個index 應該要存在的地方 就我們剛剛看到的很多shard 它可能也會存在這些node裡面 但是時間到了時候 它就會馬上把它翻移到 另外一個node上面去 然後就會存在成資料的地方 知道辦法達到這件事情 那 這是 這其實都是 昌覺的做法 但是 6.7之後 它有出一些新的功能 就是可以讓你直接在上面設定 而不用offgrade做處理 對 所以我想說它們疊代的很快 因為它們一直都會有新的功能出來 對 這部分是這樣子 呃 以上是我 就是 LSA Search的 大家的警戒這樣 大家這邊有什麼問題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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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